p Gen 0 1 孟牛可以留意在现水平的点 市场的10% 暂时来说 孟牛 之前已公布了业绩 业绩相对上不差 下半年它继续做什么呢 继续将产品混合 继续转 高端那些其实一直都买得不错 下半年其实可以衷景一下奶价 看看会否有机会上调 一来那个成本其实也有点压力 它需要加价 二来其实 demand 也相对上强 有部分那些产品其实是7月的 亦都有些上调的价格 初步了 如果想去购买这些稳稳的股 可以考虑会否可能现价 这些水平去考虑去买入 上网是多少呢 上网看着50和53元 这些高位先 如果真的你失去44.5 即是在这些整股的低位 可以考虑做一个短期指示 如果是怕 就会走路 你回来的话 怎样都应该先退出部分 也会下回租法限价 再帮你去买 所以之前说很多基建没有买 你觉得充满账去不买 想找一些稳定的东西去买的话 我觉得其实蒙偶是其中一种 是很容易去考虑的 就像同样的核心 就像同样那样的ерв海 都是其他人 在哪里 你会找出这些事 有什么东西 但是有什么东西 你会找到的 有什么东西 那么多来